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继续越远晚间的新闻 接着为大家报道是中港台的消息 首先是香港方面 多个泛民团体下午发起反对月算案的游行 估计有过万名市民参加 参加游行的市民普遍认为 特区政府向成年人派6000元 无助改善生活 希望政府提出更多援助措施 同时多个基层团体也不满修改后的预算案 指预算案提出的措施并不公平 他们未能受惠 由泛民主派发起的游行 在起点的中环遮打花园 逼满游行人士 多个团体的代表分别上台 表达对预算案的不满 其后游行到政府总部 泛民主派由多位立法会议员带队 他们不满预算案短视 提出多项诉求 包括福建居屋 增建公屋 设立全民养老金 增幅开支200亿长远解决医疗和环保问题等 呼吁市民不要为了派6000元而支持预算案 另外 社民连联同多个团体发起游行 游湾仔修顿球场 出发往政府总部 当中包括雷曼迷债苦主 他们表示雷曼事件已经拖了几年 希望政府尽快解决有关赔偿 也有移民组织队伍参加游行 抗议政府针对吸烟市民 大家烟睡 另外多个基层团体 也都不满修改之后的预算案 近百名新到港人士 带同子女请愿 批评收定后的预算案 歧视新移民 他们游行到政府总部抗议 并连同一批不受惠于预算案的三无人士 也都只是没有住公屋 没有拿纵援 以及不受惠电费补贴的基层市民 向政府递交请愿信 希望政府进一步调高最低工资 时薪去到38元 改善基层生活 另外香港妇女劳工协会 大约30名代表 也都抗议财政预算案 忽视妇女权益 他们希望政府可以为基层家庭的托儿服务 提供更加多的支援 WOW TV 赵永恒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 向市民派发6000元初步救私 市民可以即时提取现金 又或者存起来收取利息 曾俊华指出过去的一个星期 令他体会到政治一星期到延长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电台录音中透露 政府初步救私 政府派发的6000元 市民可以全数拿出 同时又会设立一个平台 例如储蓄会有利息 吸引市民不要即时拿钱 将6000元存起来 至于持单程证到香港的非永久居民 未能受惠于这6000元 曾俊华计划将预留的撥款 注资入关外基金 协助这批市民 曾俊华再重申 新方案会刺激通胀 但更加重要的是回应市民的诉求 预算案公布短短一个星期就要收定 曾俊华就有这样的体会 曾俊华又表示 明白到市民要求复建居屋 设立全民退休保障 和缩宅贫富差距 政府会继续寻求社会共识解决问题 WOW TV 赵永恒报道 看看中国方面的新闻 3月6日 11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举行记者会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 受十二五规划纲要 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 编制十二五规划 体现了6个方面的导向 这6个方面是科技发展 长短结合 扩大内需 民生优先 深化改革 虚实结合 说到物价问题 张平表示 总理温家宝昨天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今年的十项重点工作 将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列为第一项 是比较罕有的做法 内地有条件 有能力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最近部分省市的刊呈 对小麦产量的影响不大 我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小美的库存 还有两千亿亿亿亿争 几乎就相当于我们一年的产量 一年的小美的产量 所以我们粮食的库存 是充滅的 所以这就为我们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奠定了比较凶厚的固执几乎 另外中国国家法改委负责人还表示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 中央将港澳台单独列为一篇 在五年规划中是第一次这样布局 这是基于香港各界人士的愿望和需求 以及港澳特区政府提出的建议 此外法改委负责人 还就舟山群岛新区 成余经济区的规划 智能减排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国内地网民连续第三个星期 发起中国木理花革命 号召多个城市民众在指定地点聚集 大批公安及便衣人员加强败秘 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附近的长安街 以及前两个星期都有民众聚集的皇府井 保安依然严密 有人带代表入住的北京饭店 通往皇府井的门口也封闭 而在北京另一个集合点 是西单一间连锁快餐店 又打算参与集会的内地网民 将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站 可以见到餐厅的门口贴出告示 只因为消防演习而暂停营业 另外也可以见到西单附近的街道 有大批公安巡逻 有公安自查外国人 并用摄录机拍摄整个过程 有网友指北京一批大学生曾经在中关川海龙大厦外集会 中关川一带有大批武警戒备 而在上海集会地点 未见有人集会 不过就有公安车辆停在路边 连续三个星期有网民发起《牟尼花革命》 五星期日下午两点 在内地多个城市集会 包括正在举行两会会议的北京 北京市新闻办公室 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两点 安排多个部门举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就指 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用各种手段挑起所谓的街头政治 是搞乱中国 北京市新闻办公室 法制办公室和交通管理部门 日前通知着北京记者 星期日下午两点召开记者会 介绍两会期间的交通管理措施 不过不少提问 都是围绕有关网民发起集会 以及相关采访的安排 北京市新闻办表示 是有人想搞乱中国 撕安求吻 这是中国民众共同的心愿 所以在中国想挑起这样的时段 真的是一种痴心妄想 所以有一些如果是想在这里 想找中东和北非那样事件新闻的人 到最后也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他们又在延长向记者派发了一本 在北京居留和从事采访活动的 相关法例规定 又再次重申 境内外记者采访都必须要征求 备访的个人或者单位的同意 至于上星期日 有美国记者指在皇府井被不明人士嘔打 北京市方面表示 公安派出所已经收到报案 正认真调查处理中 他们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星期日 内地多份报纸连续第二日发表评论文章 要求民众要自觉维护稳定 不要听信谣言 也不要传播谣言 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扰乱人心 破坏社会秩序 WOW TV 赵永恒报道 再看看台湾方面 据台湾传媒报道 台中市一间酒吧 今天凌晨发生火灾 造成九死十二双的惨剧 初步怀疑 是有表演者表演的时候 不慎隐言天花板的装修所示 位于台中市中兴街的一间酒吧 六号凌晨发生火灾 当时店内正有母者进行表演 观看的人数更多 虽然多数的客人已经逃走出来 但是火灾仍然造成九死十二双的惨剧 大火持续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被消防员撲灭 消防队员进入首尋之后发现 在母台区上方 也就是二楼的汉台区 有九个人怀疑因为空间狹小 逃生不及 撞身火海 目前九个遇难者的遗体 已经陆续被送往当地的殡仪馆 由于大多已经宵朝南边 估计需要用到DNA鉴定遇难者的身份 出事的酒吧有超过二十年的历史 在上个月底才通过离行消防检查 据报道大火的起火原因 疑似是舞台区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 不曾引言天花板的装修所致 但是确切的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WOW TV 赵永恒报道 中共台的消息过后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马虾市回来会有天气消息 以及吹文打给大家 稍后再见 神早三六零特别嘉宾 神早三六零星期一至五 早上七点静 早上感情 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在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 意大利 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 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红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周围都找不到 最新的欧洲名牌时装 来D3 Fashion时装专门店 就可以找不到 而且以最合理的价钱 买到多款最新 最齐尺寸的欧洲名牌时装 还有时尚潮流色物任工选择 再加上地点方便 位于城市广场B23号铺 中央大唐质 快点来选择你的心水时装 神组360特别嘉宾 神组360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静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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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回到最后一节的月宇晚间新闻 军人上战场 小不免都会配备一些不同的武装 来应付不同环境的需要 不过装备太重的话 对军人来说 随时成为负担 有军技研究公司就针对这个问题 研发出运输机器人 并且相当灵活 渴望成为士兵执勤时的好伙伴 军人全副武装上战场 副重动一点都接近100磅 这些装备虽然可以减低士兵在战场的死伤风险 不过长时间附载作战 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沉重的负担 美国军方数据就指 近年士兵因为负载过重 而拉伤肌肉及骨落关节弄损的人数 急增10倍 令军方关注 有军技研究公司当年来 一直和美军合作 研究器械 希望可以减低士兵装备负荷 其中一款设计就是一款机械人 表面上看 这些机械人很笨绝 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内部除了装置了一般的视像感应系统 以及电脑配件 还有智能元件 一旦遇到攻击 机械人都会及时作出反应 调节身体平衡 而且四肢相当灵活 在不同的地面结构 甚至在崎嶇不平的地方行走 都没问题 就算滑倒 都会自动站起身重新行走 研究团队不断地测试机械人 在不同地贸行走的性能 现阶段暂时可以附载 四大代军人物资行走 最高时速8公里 比正常人军时速快一倍 团队会继续研究它的速度 可望在两年之内 将时速提升至最高50公里 现在一起看看现时身外的天气情况 现时身外气温大约为零下三度 多云吹每小时热14公里的北风 今晚最低气温会跌至零下七度 接着看看未来五天的天气预测 今天月圆晚间新闻报导完毕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